好,我是陳維達,你也可以叫我冰川 我是這個APC的Guy的團隊成員事宜 再來介紹APC的Guy是有標籤 先來聊一下APC的什麼東西 APC的大學是設計先修檢測 他考試的方式,就像他的名稱一樣 他是大學會教的那些程式讓高中生先修 就是從基本的程序域法到競技研算法 只要幾個都有 他是檢定的對象主要是以高中生為主 那為什麼高中生要來考這個檢定呢? 主要就是因為如果能在這個檢定上拿到一定的成績的話 你可以也獲得在生員上有更大的優勢 像是個人申請,特如現在APC是不對的 那我們還判定一個現象就是從第一屆統計到現在 能拿到最高分的5級也只有0.9% 這是以10作體來看 然後第二高分的4級只有2.8% 那我們認為會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高中生沒有一個很好的學習平台 學理智能還有環境 那這就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如果智能過程式的話 大家都會知道網路上搜尋 都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但是基本上非常零散 然後品質甚至不及 新手可能不知道什麼入門 那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專會APCES 打造的平台APCES Guide 那它的特色第一就是主要完全涵蓋APCES處理範圍 然後還有更系統化的學 就是我們將所有的知識點分類分好幾個課程 不同的難度 然後每個課程裡面再分成許多個單元 每個單元裡面再分章節 然後還有我們會把各個知識點 告訴它的重要程度之類的 然後還有我們希望打造更新手的教材 就是像這種更複雜一點的演算法之類的 都可以讓新手更好地了解 用更多的圖解跟更精準的文字 還有網路上自學常常會遇到另外一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找一些題目來練 但是對於新手來說 他們可能遇到不會寫的題目 然後找不到解答 也不知道可以問誰 所以我們還有蒐集很多題目 但我們平台就是有幫每一道練習集 最後寫一份解答 所以用單一根問題 那我們團隊創立了三四個月 我們做到了什麼呢 我們已經撰寫超過230篇的教材 然後Instagram超過1.3K的使用者 並且觸體超過3萬個使用者 那如果你有信用的話 你加入我們一頁前後短EIU查射 或者是任何有興趣的人 謝謝大家 那我們平台正在通策動 謝謝平川 下一個提案 謝謝大家 這邊請大家